越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在2019年2月公佈以後 雖然在疫情之下,我們都有一個非常多的發展 譬如舉例,我們越港澳聯合實驗室 在2019年之後,已經有20間出台 而這20間的聯合實驗室,我們香港佔了19間 很肯定越港澳大灣區在創科合作已經穩步向前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近年香港和內地在創科合作方面可謂穩步向前 包括越港澳聯合實驗室的興建 高達3.4億人民幣的科研資金過河 以及立法會撥款181億港元發展港深創新科技園 都無疑在推動以及深化大灣區創科合作 薛永恆認為,雖然硬件措施已不斷完善 但他已強調人才是創科最重要的元素 對於推動大灣區成為國際創科中心至關重要 其實我們看到一切的科技創新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人才 怎樣能夠吸引多些海內外人才來到我們 越港澳大灣區服務 這個對於我們推動大灣區成為一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至為重要 例如剛才所說,我們會支持我們的院士去聯繫外國的專家學者 來到我們大灣區那裏去港學服務 這些都會由政府和院士聯盟一起去做的 我們政府可能會出一些資源去作出一個配合 而院士就要用好它那個聯繫 這個這麼好的一個聯繫網 從而可以吸引全世界最精英的學者 來到我們大灣區那裏 去和我們去分享交流甚至服務 對於青年人落湖大灣區發展創科 薛永恆表示,大灣區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相信年輕人必能在眾多城市中 選擇出最適合自己發展機會的城市 我們要每一個大灣區內地城市 因應它自己的優勢 將它能夠給到這些年輕人發展的最好的機會 給它做個選擇 深圳有深圳強處 東莞有東區強處 廣州有廣州的強處 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亦都有我們獨特之處 我們要用好自己在一國兩制之下 國家給我們的一些特色、長處、優勢 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協助我們的年輕人在創科上有一個煩戰